用盡全力衝刺抵達終點 世界極力超馬運動員陳彥博 開心地咬著晚賽的獎牌 擊敗其他各國好手代表台灣 拿下這一戰的冠軍 回想起七天六夜 250公里的挑戰 陳彥博的這一場賽事 贏得不輕鬆 感冒的他從第一天 就落後到第四名 甚至一度傳道 無法呼吸 生怕上一場六月戈壁賽中 因熱衰竭體力不支的事件 會再度上演 讓他與冠軍倡奸而過 好不容易克服戈壁沙漠賽事 這次的智力比賽 他冒足全力 雖然第一天只拿下第四名 而且後面還有充滿岩石的古道 零度以下的冰冷溪流 以及日夜極大的溫差 他都一一克服 在發燒 脫水 腳腫出血 以及體力極度透支的狀況下 還是堅持永不放棄 從戈壁到智利 陳彥博終於征服自己 克服了身體的局限與痛苦 不過接下來面對的是 同樣艱難的南極州超馬賽 在更大的挑戰來臨前 愛他與支持他的人 將帶給他滿滿的動力 相信必定能看到 生命如此堅韌的他 再創亮眼佳擊 安妮新聞 陳彥雲 楊靜 綜合報導